大家好 政府水母教 今天在超短短的短暴歌笑話題中心 基本小學生的珠穗拼圖比賽 要使用96篇做成的拼圖 動作是比賽的題目 50隊當中 卡斯速度最快的11隊出現了 比賽就算是結束 全國中民是最大的政策和試卻 小朋友不然是玩得很開心 也就這個選擇話題 了解到水母的相關底下 兩個小朋友一組 必須在限定的時間裡面 完成1996篇的拼圖 有名是相當刺激 因為我們是龍鳳財 所以覺得比較有默契 爸爸就讓我們參加 這次得到第二名 讓我覺得很高興 也讓我跟哥哥的感情變更好 這次得獎我覺得很開心 你事先搭檔陪我一起拼圖 這次的拼圖比賽 我們到館禁戶催目標 為了好小朋友 食材作水地盛 特別基盤 出別的拼圖比賽 為了加州對外黨也相當支持 我們是第一次參加 我們遠從竹山來到草屯鎮 很開心 然後小朋友也很期待 他們就是回去之後就開始 一直拼一直拼 然後想說在拼圖比賽的時候 能夠得到好成績 我覺得對學生來講 那他們訓練他們就是邏輯的思考能力之外呢 然後他們也會有團隊合作的精神 比賽之後也安排選擇贏 以及有種問題 讓在座的小朋友 可以學習基本的穗物地獄 希望藉由學生的拼圖比賽 然後充實學生的租稅嘗試 因為珠穗的東西非常艱深 難以吸收 那在拼圖比賽的過程中 我們採用的圖案都是 那個歷屆 就是學生參加我們的活動 做圖畫比賽的作品 所以我們把它放成拼圖 讓學生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不管跟有條件 小朋友都可以當拼圖 帶回去玩 主辦黨員也希望 做到拼圖的內容 跟青年仔對作出帝時的印象 記者貧心以參報道